爸爸也是醫師,然後他們就跟我講很多醫學相關的東西 人就從小培養,然後從小培養,那就是覺得我有這個能力,那我們就去當醫師 學測考上慈激醫,為什麼當時候一覽決然要放棄,準備再拼指考? 慈激醫嘛,就那時候我們要去慈激醫學系面試,搭那個普庸馬號,從彰化到慈激 大約五個多小時,那個車程,我被那個車程嚇到了,被那個距離感嚇到了 然後這些同學也都考得不錯,就是希望可以再跟同學繼續當同學 我的英文成績一直都沒有很好,那當然在這次的考試裡面,我的英文分數比我想像中的還要高很多 那可能是因為,就是在六月到七月,就是考前的一個月裡面,就是每天固定花兩個多小時的時間被單字的關係 那我覺得,就是當然,因為我有意識到我的英文成績不如別人,所以我在這方面一定要花更多的時間努力 那其他科就是,也不能說把所有的時間都花在英文上面,也要想辦法穩定其他科的成績 至少每天就是還要看一下,不能連續幾天沒有碰數學還是什麼 一��堂